你们想听三十岁的穿穿黏黏吗 我尽量啊 我把我的声音变回是不是这样的 亲爱的爸爸妈妈 别叫我笑傻瓜 我也不知道这个演员 还是歌手啊 我不认识这个人啊 叫张寒韵 他说没想到三十岁会这么好 有的朋友啊 就是总觉得以前好啊 然后呢 现在不好啊 这是一种朋友的这个状态 有的朋友呢 总觉得呢 这个现在 现在好 以前不好 但是说年轻好的人比较多 我这样的大思想家 这种对这种看法呢 可以说是一半一半 我不是非常的热衷 这个所谓的我青春年少 其实我也做过好多的错事和坏事 我在认为青春年少好的时候 我也记住我干过那些个错事和坏事 但我 我觉得这个每个年龄的人都有每个年龄的坦然 你要说以前完全不好 只有现在好 那样似乎呢 就是啊 就是人的记忆链条断裂了 人需要什么超验 需要鲜艳 明显的鲜艳的东西让你抹杀掉 就历史你要创改 选择性遗忘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对人好 有的时候对人不好 你要说以前也不好 现在也不好 当然这个有可能呢 变成一种积极的东西 他可能也是一种现实描述 是吧 比方说啊 那个古巴那些个人 论到那个漂亮国那些个人 是吧 就是那些个罪犯 是吧 他们可能就是以前也不好 现在也不好 结果被卡斯特罗一下子都给送到漂亮国 就变得比较好 是吧 那么人还有一种状态呢 就是说这个这个现在不好 以前好 那就是这个谈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青春年少好 如果你过于对肉体的依赖呢 这个是明显的了 就是这个以前好 现在不好 因为越来越衰老了嘛 性的问题都困扰你了 是吧 我们发现就是有很多人愿意聚会嘛 就大学聚会 高中聚会 小学聚会 就愿意活到从前 觉得那才是一种美好的世界 哎呀 一走向社会 泥丘入江入河 是浇荣入海 是蒙虎上山 什么老鼠打洞 这各式各样的受不了 我受不了这个东西 还是咱们在学校里最公平 那时候我多张扬 是吧 我班长 我这个如何如何 就以前好 这个以前好呢 似乎呢 这个也有消极的东西 也有积极的东西 是吧 你比如说这个积极的 有人就喜欢考古啊 也喜欢文物啊 总是喜欢说我们祖上这个 哎呀 你说这个问题就越弄越复杂 我们祖上光荣过 这个到底是个积极的 还是个消极的 这个都是 这都一半一半吧 我要谈问题 我告诉大家 任何的东西都是一半一半吧 我现在呢 比较倾向于呢 我考虑我现在的事 我因为我的年级 我的这个 是比较倾向于 什么时候都好 但是现在好 然后我要 就是我要解决现在的事 干现在的 说现在的话 做现在的事 不是总想这个 你看我也不美容什么的 没有太多方面的焦虑 也就是 坦然更多的一点 因为一切的优越 年龄优越 容貌优越 财富优越 智慧的优越 如果我把这个东西过于强烈 要跟你渲染给别人呢 它要体现智慧的优越 都是对别人的伤害 和对我自己的伤害 好 结束语呢 就是 肉体依赖也有积极意义 是吧 摆脱肉体依赖呢 也有积极意义 肉体依赖呢 也有消极意义 摆脱肉体依赖 也有消极的意义的 这个具体的人 具体的事 要具体的分析 大家到我南德班 来这个一起吹牛皮 专制坏男人 是吧 我这个 我看把坏字能可以打上去吗 这个为什么写的这个B呢 因为他敏感 只好写这个B 到B站找我 谢谢大家 打赏点赞